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回到这个软件测试这个topic 软件测试是软件开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在世界的iTropeE的软件工程大会上 这是软件工程顶级的会议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论文来自于软件测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逐渐这个研究人员对这个软件测试的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程度 也说明软件测试是我们软件开发中不得不面对 但是一直很难去解决的一个什么困难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软件测试这么重要 那么我们应该掌握一些什么样的软件测试的思想 到我们的这个开发中 那么让我们在进行软件分析设计 包括软件的这个编码的过程中 能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意识 我们先举几个小的案例 第一个就是迪士尼的狮子王 这个我非常喜欢看这个动画片 我经常跟我们家宝宝一起坐在那开始看 那么这个动画片 是迪士尼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动画 那么迪士尼呢在1994年呢 他发布了第一个面向儿童的多媒体光盘游戏 Jolion King 那么这个游戏是成为那个夏天 所有的孩子的谈论的资本 所以大家看足以看他的多么火 但是在12月26号圣诞节后的这个一天 迪士尼公司的客户支持电话 开始响个不停 电话支持部门接收到的都是家长愤怒的 整个这个投诉 就说明说孩子在这个玩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的问题 后来迪士尼相当于这个公司也很负责 让整个相当于坐下来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 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 OK这是他们反思的结果 就是说迪士尼公司没有对市场上投入使用的各种PC进行正确的测试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 兼容性的测试 那么软件在少数系统中正常工作 例如迪士尼的程序员用于开发游戏的系统 但在大众使用的常用的系统中 却不断的出现各种问题 所以大家看这看是觉得人们应该能够有一种常识都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就真正的发生了 我们再提一下 这个美国航天局的这个火星基地的这样一个登陆 这个问题 这也是特别经典的一个测试的案例 那么这是发生在1999年的 就是1999年12月3号 美国的航天局火星基地呢 登陆飞船 在试图登陆火星表面的时候失踪了 这个多么可怕对吧 这个美国的人民正在这个相当于举国 相当于在在盯着这个这个屏幕 在看如果登陆成功登陆 那个瞬间举国欢庆对吧 但那一时刻是一个非常伤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为这个错误修正委员会 他观测到整个发现 就是说这里面可能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有可能数据被亿万的篡改了 肯定是数据的问题 导致他不能正常的登陆火星的表面 那么大家一次就认为说 为什么没有在内部测试的时候 就解决这种数据的这样的一个 比如一致性的问题呢 所以呢 专家们进行苦思冥想 开始想说我们到底在什么环节出现了问题 他们回顾说 登陆计划原来是这样来设计的 也就是当飞船呢 降落在火星表面的时候啊 他打开降落伞减缓飞船的下降速度 那么降落伞打开后的几秒内 飞船的三条腿 我觉得大家可能比我更对飞船 相当于有这种深刻的意思啊 因为你们看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对吧 一些这种画面 那么三条腿将迅速的撑开 并在预定地点着落 那么飞船离地面1800米的时候 他将气离降落伞 也就是说点燃登陆推进器 在余下的温度上 缓缓的降落到这个火星的表面 这个相当于是预测的 整个相当于也就是他们计划的 感觉好像是各个环节 还是很一环套一环的 很紧密的 但是呢 美国航天局也有抠门的时候 为了省钱 他就干了一件愚蠢的错误 愚蠢的事情 就是简化了确定何时关进推进器的装置 而呢 相当于代替了 这个相当于其他太空飞船上使用的贵重的雷达 他用的什么呢 他在飞船的脚上装了一个廉价的触点开关 就在计算机中设置一个数据位呢 来关掉燃料的这样一个阀 所以飞船的脚呢 相当于他就没有着地 因为他相当于这个数据位出现了问题啊 这个廉价的数据位出现了问题 所以后来的时候 修正委员会在在后续的这样一个工作中发现呢 飞船的脚迅速撑开 并准备着陆的时候机械震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处发着地的开关 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着地呢 对吧 那么数据这个位已经开始什么 直位了 所以飞船开始着陆的时候 计算机就已经关闭了整个的推进器 所以他在下坐1800米之后 就直接冲向地面就坠毁了 所以他就没有安全的着地 也就是在1800米的过程中 他已经去这个相当于失灵了 所以这个过程到底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呢 人们又想这样一件事情难道不能在前期测试的时候就解决吗 原因是登陆飞船经过两个小组测试 这就是相当于这个小组之间不进行通力合作的结果 那么其中一个小组呢 测试飞船的脚啊落地过程 另一个小组呢测试此后的着陆过程 所以大家看分别测试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对吧 那么前一个小组根本就不去注意这个数据是否职位啊 整个而后一个小组总是在开始测试之前就已经职位了 他每次都认为说这个一定会实现的 所以就是两者之间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什么 集成测试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产生 也是这样也是作为一个灾难的产生啊 那我们在熟悉的爱国者导弹 1991年在座同学出生了吗 那么在1991年呢 爱国者导弹 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有知道这个相当于海湾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可能你们会通过各种的啊这个媒体现在能看到一些以前的这样的文字 那么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是里根总统提出的主动防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这样的一个硕板啊 呃当时在海湾战争中 美国应用了大量的爱国者的这样的一个导弹防御系统 那么他在这个这个战争中我相当于取得了很多的成功的这个例子 但是也有这个相当于失灵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在几次对抗导弹战役中失利 其中一枚在沙特阿拉伯的多哈击毙28名美国美军士兵 你想一想自己相当于防御系统相当于最终要让自己相当于士兵相当于去被相当于摧毁 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特别深刻的这个软件测试的这个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 后来分析就是爱国者防御系统实际上它存在一个软件缺陷 我们现在实际上就就是说的一个软件错误 那么在很小的系统时中错误累积起来呢 它实际上可以累加呀可以厌迟对吧 那么在多哈的袭击事情中 这个时钟的累积达到了什么厌迟了100多小时 大家看几天过去了 已经好几天过去了对吧 所以你想原来的目标是那样 最终相当于指向了自己的士兵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整个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过程中就是在于软件测试的不彻底不到位 尤其对那些so stopper对吧 那些严重影响的错误没有做到一个什么 做到一个真正的去去离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灾难 那我们大家在回想起千年虫 千年虫错误大家可能都会耳熏目染对吧 因为在2000年这个左右这个时候 相当于全世界的这个相当于各行各业都在解决抓bug对吧 这个不是抓这个实际的虫 是抓计算机里这个虫子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千年虫的这个事件 到底是由什么理念造成的 也就是说在20世纪70年代啊 我们我们把它设置成某位程序员 因为已经无法追究了 那就是说是谁以及哪些人群 那假如他叫Dev 那么这个人他负责这个公司里的工资系统 当时在70年代大家知道 计算机资源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宝贵对吧 所以计算机存储空间当时非常的小啊 那迫使他当时 大家有的说存储小吗 我们现在内存可以对吧 多少计多少计的整个 但那个时候相当于 已经还在K这个级别呢 所以大家想一想 跟我们现在同学中相当于用的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空间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的计算机的软硬件呢 相当于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 非常的先进 尤其计算机的硬件 已经特别特别的给力啊 那但是在当时70年代的时候啊 每一个字节都非常的珍贵 所以这个过程中 他就希望说能够把自己的这个 呃程序压缩的比其他人更小 那当时他怎么想的呢 他使用了其中一个办法 就是把四位的 这个四位数的日期 大家知道什么 19几几年对吧 这个相当于比如1973年 说的为两位数73 大家看就节省了对吧 这个19就不用存了 那么因为公司系统极度的依赖 这个数据处理 所以呢他节省了一个很可观的存储空间 那么他认为啊 这个到2000年还早着呢 有25年的时间 25年的时间 这个程序总会升级呀 总会去解决这个存储的问题 但是没有人去理会说 这个问题带来的影响 因为他在九几年的时候 他就退休了 那后续的人员呢 相当于也没有去深刻去看 他到底那个程序内部 到底是怎么来实现的 可能当时的这个文档 也不全面 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2000年 2000年就是说 大家说这就是系统溢出问题的吧 所以这个时候 全世界的人都开始在抓bug 这个千年虫 所以这个过程中 全世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也就是说 解决2000年的错误的这个费用 超过数亿 他们说都不止数亿 可能是相当于十几亿 几十亿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错误 相当于造成的这种影响 还是很深远的 那么通过以上这几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软件测试 如果做的不好 没有发现 软件测试 现在没有如果做的很彻底 帮我们把那些重要的错误 抓出来的话 那可能对于程序 整个相当于造成一个 致命性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待软件测试呢 也就是软件测试 那到底要做什么呢 我软件测试 这是从这个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 第二版里面来给出来的这样的定义 我们书上是给的 I2E的这样一个定义 大家实际上从这两个定义里面 都能可以看到 都讲出了整个软件测试的这样的内涵 那么软件测试 它指的是检测和评价软件 以确定提质量的过程和方法 那么即评价软件和程序的属性和能力 以确定它是否满足所需结果的过程和方法 所以大家看 最终希望的是什么 确定这个软件的质量 到底达没达到这个要求啊 那么这个程序 相当于它的这种属性和它的整个这个功能能力 是否是像原来它所说的那个样子 那么软件测试 我们可以分为两种经典的技术 一个就是静态分析技术 一个是动态测试技术 很多的人相当于在没有学这个之前 认为测试就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测试 这是错误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面 帮助大家来纠正一个这样的一个啊 错误的这个理念 那么软件测试的静态分析 指的是通过检查和审阅 这个程序加文档 来帮助找到程序中的错误 那么动态测试呢 是运行和使用这个软件 来去发现程序中的这样的一个错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静态分析的时候 我们不运行软件 我们是通过对原代码进行分析 那么检测程序的控制流和数据流 发现执行不到的死代码 那么无限的循环 为初始化的变量 包括为使用的数据 重复定义的数据等等 那么也可以包括对多种复杂性度量值的 这样的一个计算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能够在动态测试之前 就能够应用静态分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对于原代码进行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就能查到一些什么 原代码中一些非常容易 这个相当于被检测到的一些什么 错误 对吧 这些错误的这样的一个去除 能帮助我扫清一些动态测试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所以这个经常是动态测试前 有用的这样的一个质量检测的手段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进行编码的过程中 有意识的去看一下你的这个程序里面 原代码里面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动态的测试技术呢 是借助于输入的测试样例 那么这个测试用力 它一般指的什么含义 就是对给定的一组的输入 那我这个系统或者这个软件 能够给出指定的这样的一个输出 那么由固定的输入和输出的这样的一个 数据量构成的整个就是测试用力 那么一般情况下 这个动态测试又称为功能测试 就是氛围 我们也称为黑核测试 那么以及结构测试 我们又称为白核测试 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还看过灰核测试对吧 不白不黑的 在中间的 那么这种的实际上是 所谓的灰核测试是白核测试技术 黑核测试技术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一种一种中间的测试 所以我们还是把在这两种技术 基础上你就能够去理解 灰核测试的这样的一些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软件测试 目标是什么 人们就想着说软件测试 我们希望它预防错误 大家说错误能预防吗 你希望我不出现这样的错误对吧 你希望你每天都是这个好事连连 但是这个可能吗 不大可能 所以就跟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很很相近 软件你希望的是啊 不出现错误 但是不犯错误的这个程序员 这基本上是没有的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它由于对一些分析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有误 或者它对一些编程语言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应用 都会给软件带来一些错误 所以这个预防错误 让它不出现错误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 我们大家看 我们就追求第二个吧 那我就如果出现了错误 我尽可能去发现它 那么发现错误 是成为软件测试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错误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哪几类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我们可以分为这五类 这个是从这个相当于 美国的partner 相当于写的软件测试 这本书里面来的这个错误的分类 我觉得它介绍的还是很 很这个详尽的 第一个就是说 软件未达到产品说明书标注的功能 对吧 我说了 我执行这样的一个 我为用户提供这样一个功能 但我实际中用户使用的时候 发现根本没有达到 他说的那些功能 那么这样的软件相当于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 实际上就说明了 软件已经出现错误了 那么第二就是 产品出现了产品说明书 指明不会出现的错误 你的产品说明书 实际上要来说明 可能我会这个系统中 会出现哪些的错误 这个相当于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罗列 但是它出现的错误 不在你那个列表中 那这个时候也是一种致命的错误 那么还有一个软件功能 超出产品说明书的范围 也就是说 产品说明书有说有这些功能 那我我我希望的是你 你我把这个东西能做得更好一点 我我我实现了你没有说的 这样的一些功能 这也是不行的 这也被看着是一种错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不是说锦上天花 永远是好的 在这种软件测试中 经常也会看到你的 如果这样的一个 对于软件范围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 无限制的这样的一个蔓延 那么也是造成这个错误的一个 很重要的根源 那么害点就是说 软件未达到产品说明书 随止随未指出 但应该达到的目标 因为有一些这个业务领域 它有一些暗含的 我们说的这个叫浅需求 这种实际上是指暗含的 我不需要不言自明的 你就应该满足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军方的一些 对吧 一些这个软件 那么它对于安全性的 这样的一些要求就非常的高 包括对一些软件整个相当于 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软硬件的 这样的一些 跟它交互的这样的软件 都要求的很高 对吧 就是说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现在你要来去看 那个领域说 有的一些潜在的 这样的需求 有哪些 你需要把它明确 尽量去满足 那还有一个软件测试员 认为软件难以理解 不易使用 运行速度缓慢 或最终用户认为不好 所以大家看 也就是在软件的易用性 对吧 可使用性等方面 这个也是 这个造成错误的一个根源 因为目前用户就是上帝 所以用户不买单 那就说明你的软件 没有达到人家的要求 所以用户的满意度 是软件测试很重要的一个 衡量的指标 那我们来看 就是说 我们经常大家所熟悉的 在座的同学 可能用过的 有调试 对吧 大家都用过调试器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软件测试和软件调试的 两者之间 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在做了软件调试 帮助我们解决了 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软件的调试 它是发现所编写 软件中的错误 希望能确定错误的位置 我来进一步的改正它 进而 这个软件在解除了 这个错误的情况 能进一步的什么 再继续执行 这是我们希望调试过程中 不断的帮助我们去 发现错误 去定位错误 我们再去解决它 那么在进行调试工作以前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发现错误的迹象 对吧 大家经常说设置断点 对吧 整个相当于 玩应用这个调试器 整个相当于 一看说 这个函数相当于就 跳转 我就跳在这个函数之前 发现这个函数相当于 就不出来了 对吧 程序相当于就 就一直相当于 这个这个 无限制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那这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 这个函数的里面 肯定一些变量啊 一些相当于 你的一些处理啊 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里面 一般情况 你已经对一些错误相当于 有了某种迹象 有了一定的分析 那么随后呢 你要确定问题的性质 并找到该错误在软件中 可能的这种位置 进一步修正这个错误 所以这个我们一般用 调试器呢 就帮助我们来去解决 那么我们测试在做的 实际上是 既然也是发现错误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 更多的是什么 更多的是 希望的是 测试从一个侧面 证明程序员 出错的地方 对吧 那么调试 他希望的是 我要不断的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证明我这个程序员 相当于是编写的这个程序 相当于它的逻辑是正确的 希望这个程序最终能正确的运行 但是测试是我希望的尽可能多 尽管它能正确的运行 也不是我的目标 我希望的是 能找到里面尽可能多的错误 对我这个软件的运行也好 对于这个安全也好 对于等等的这个方面 相当于造成了一些这种啊 这个相当于等级比较高的这种错误 我把它排除 所以这一点 两者之间的整个的这个区别 就第一点非常明显的显露出来 那么第二个就是测试呢 是在已知条件啊 开始啊 使用预先定义的程序 那么同时呢 对于这个测试的用力 对于给定的输入 一定要形成给定的输出 如果你给定的输入之后 相当于没有形成给定的输出 那说明没有通过测试 所以这个测试只是说 我到底能不能通过的问题啊 那么调试呢 整个相当于是 它是以不可知的内部条件来开始的啊 所以结果经常是不可预测的啊 所以这个测试是能预测的 调试是无法预测的 那么下一点就是 测试是有计划进行的啊 就是说 它要进行测试的设计 我们在解课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讲到那个测试步骤的时候 我们再回顾一下 比如说单元测试 对吧 集成测试 确认测试 包括系统测试 那么这几个测试阶段 实际上 我相当的测试计划 都应该在软件分析中的前期来给出来的 比如说确认测试 是要来发现软件需求中 不满着软件需求规约的 那样的一部分的错误 所以我就 虽然是它是在确认测试 在第三个阶段 但是 我整个的测试计划 是应该在需求规约的时候 就来编制 所以大家看测试是有测试计划的支持的 调试是不受时间的约束 对吧 那也就是说 调试人员 编码人员 相当于是突发心想 这个相当于 我可能就随意的进行一个 这个调试来去帮助我来找到 这样的错误 那么另一个就是 测试是发现错误改正错误 重新测试的过程 调试呢 是一个推理的过程 我一步步的去 去走 对吧 走这个程序 一直走到相当于一个一个这个出错点 那我再开始分析 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去解决 所以这个是不断的一个推理的过程 测试的执行也是有规律的 那么调试呢 相当于程序员 经常程序员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它有一种相当于这种灵感在里面 对吧 经常我们大家说 在座的同学都应该有这种感觉 对吧 经常编写的这个程序 它就是通不过 你都感觉到已经想拍案而起 觉得这个程序太笨了 到底什么地方出现问题 但是你可能某一时刻 谎言大悟说 我的那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有的时候 是一种你的知觉的这样一个飞跃 那还有测试经常是由独立的测试组 也就是独立于软件开发人员的 这个第三方的测试组 在不了解软件设计的条件下去完成的 调试呢 经常是由软件开发人员 对吧 去进行的 那么还有就是说 大多数的测试 这个相当于可以 用一些辅助工具来 去帮助执行 调试呢 是用的这个调试器 来帮助我们来进行的 所以两者的工具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软件测试的过程 这是一个经典的软件测试过程的 这样一个模型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最核心的前面三个 对吧 环境 备策对象 人员数字 环境实际上大家指示了整个就是说一个软件它的运行的环境对吧 是很复杂的 有一些硬件呢固件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软件 所以对这个环境我们希望进一步抽象 对吧 形成一个很简要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所以就叫环境模型 就是把复杂的运行环境进行简要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化 去掉一些这个不太重要的啊 这个这个成分 现在形成一个关键的这个要素的这样一个描述 那么备策对象也是啊 大家知道软件一般都如果备策的这个软件有简单的有复杂的 有很多复杂的软件是非常的复杂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去对它里面的要素进行测试呢 所以要对备策对象进行分析 形成一个这个简化版本的备策对象模型 进行的对它进行测试 那还有开发人员的素质是各不相同的 对于错误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这个软件开发团队 对于错误形成统一的认识 所以就抽取出来了错误模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了根据环境 备策对象和人员素质分别形成了环境模型 备策对象模型和错误模型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进行测试 应用测试案例进行测试 那么这个测试通过了啊 就说明这个这个测试用力结束了 否则的话要返回去看 我们是不是环境模型这个简单抽取的不太好啊 包括备策对象的这样的一个抽象啊 没有这个到位 需要对备策对象模型进一步的相当于优化 包括对错误模型的这样一个定义 是不是有些的错误 我们没有把它归结到这个错误模型中 进一步的给它完善 那么进而呢 相当于再去进行测试 一直到相当于测试通过 所以这个过程大家看 通过这样的一个软件测试过程 它是把软件测试里面 涉及到的主要的要素 包括要素之间的关系 就表达的非常清楚 那么这里面 还希望给大家把这三个概念澄清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软功课里面啊 很很重视一些概念 因为概念的这种深刻的理解 你才可以选择相应的方法和技术去支持它 否则对于概念的错误的理解 直接会导致你的方法和技术的 这个应用的错误 那么 跟软件测试相关的三个重要的概念 错误就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概念 它是指 如所期望的设计之间的这种偏差 那么这个偏差呢 可能产生不期望的系统的行为 或者是失效 那么这个失效指的是 与所规约的系统执行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偏差 所以大家看失效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理解成 系统故障和错误的这样一个后果 那这个故障指的是 导致错误和失效的不正常的条件 那么故障呢 也可能是偶然性的 也可能是系统性的啊 所以这个故障是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 那么这三者之间 我们来通过这样的一个啊 这个解释 大家可能就理解成内涵 比如说程序员编写程序 对吧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无意和有意的犯了一个错误 比如说我们说的数据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错误啊 那么故障呢 是一个和多个错误的表现 实际上是 这个错误中相当于 它是一个数据结构的这种错误 这个数据结构的错误最终实际上它表现在 在这个数据结构的这个定义中 对吧 变量的定义中 相当于它定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错误 那么当执行程序中 那段有故障的代码的时候 就会引起系统的失效 系统干脆不干活了 对吧 已经杀偷当了 那么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 那么包括系统的输出结果 可能也是不正确的 所以大家看 通过这三个概念 就把它的这样的一个 两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 相当于理了一下 让大家能够更进一步的去认知 那么软件测试 我们要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去进行 这也是很重要的 有的人说 老师 你不说了软件测试 就是要来发现一个软件中的 尽可能多的错误 那我们就把这个软件中 所有的错误都发现就好了 这可能吗 这个是这个叫做 可能是一个无极限的 对吧 完美的追求 但是这个过程 实际上错误是 你没有办法去给它 相当于穷局 给它相当于完全的发现 所以这个过程 就需要我们 去应用一些啊 所能及的这样的原则 去帮助控制 软件测试的 这样的一个力度 那么 所有的测试 都应该追受到用户需求 这是我们的早眼点 那么软件测试的目的 在于发现错误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 最严重的错误 就是那些 致使程序 无法满足需求的错误 所以大家看 什么的错误最重要的 你做得很好 哎呀 你已经感觉到说 看到用户这个相当于 这可爱的笑脸 对吧 在在使用你的 这个软件的时候 但用户相当于是 对你的是一个 愤怒的这个脸 因为你给他的这个软件 根本没有满足 他想要的功能 你给了一些 他不想要的功能 所以这个 是最致命的错误 第二个 就是在测试工作开始前 要进行测试计划的设计 所以测试计划呢 可以在需求分析 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 详细的测试用力定义 可以在设计模型中 这个相当于 被确定后立刻开始 所以我们在下次课的 这个一个实际的 软件项目的测试 案例的介绍中 大家就能感悟到说 我应该在什么阶段 去来形成测试用力 包括测试计划 所以那个是 对我们的课程实践 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啊 支持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测试应该从小规模 开始 逐步转向大规模 所以通常呢 我们要来测试的什么 是软件的单个的 功能模块 那么这个模块 通过了测试之后 再去把模块 相当于给它聚集在一起 形成集成测试 所以这个测试焦点 逐步转移到 集成的模块 处内相当于来寻找错误 最后在整个系统内 来寻找错误 所以一步一步的 相当于去帮助我们 来去这个扩大测试的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么还有一点 我们一定要记住 穷举测试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软件中的错误 你想把它都挖掘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个大小适度的程序 其路径排列的数量 就是非常惊人的 大家说路径测试 相当于百分之百的路径测试 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或者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这样的一个测试的 这样的一个手段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大小适度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 它的路径就是一个什么 非常惊人的数量 而且很多的这个测试用力 你没有办法把它编写成 相当于把那个所有的这个 路径都给它覆盖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能保障 那些路径相当于上面的问题 你都能找到呢 你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为了尽可能发现错误 我们只能去退而求其次 所以这节课会介绍到 说我们怎么去退而求其次 去应用一些 像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技术 那么发现错误的时候 大家说编码人员 经常都有一个特点 对吧 编写了这个程序 说这个程序到底 我觉得很对啊 他为什么就不通过 这个相当于 这个相当于调试呢 到底什么地方的问题 对吧 你的师兄相当于 夺着步走过来说 小兄弟 你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变量写错了 你会谎言大悟 所以这里面也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每个程序员 对自己的编写的程序 都有一个相当于是 感觉到爱无及无的感觉 你的错误都已经爱上了 对吧 所以你根本 对错误形成了一个盲点 那么第三方的人员 在进行测试的时候 他能非常客观的 一针见血的指出来 这里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里面 也是我们要尽可能做到的 那么还有点 在一般情况下 分析设计实现阶段的浮审 和测试工作 发现和尽量避免 能80%的错误 那么系统测试 又去可以找出一些 其他的这个错误 所谓的系统测试 是指的是 把这样的一个软件 放到他一个实际的 应用的运行的环境下 跟其他的软硬件 系统作战 看看这样的软件 是不是能正常的运行 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所以这个系统测试 又会发现一些错误 那最后的bug呢 实际上只能是在用户 大范围 长时间的使用的时候 才会暴露 对吧 所以大家看 对吧 经常我们在用微软的 各种的软件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 对吧 他会嘣跳出来说 你要不要把这样的一个错误 上传到给他的 什么信息处理中心 实际上就是来 帮助他来发现 这个错误的问题 帮助他来积累 到底他出现了哪些错误 他应该如何对 这个错误进行修复 所以因此 测试只能保证 尽可能多的发现错误 无法保证 发现所有的错误 所以这里面呢 也是我们尽量的 相当于用这样的一种思想 去来指导我们 进行软件测试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常用的测试技术 里面 那个黑核测试 和白核测试 它都暗含的什么含义 黑核测试呢 我们也称为功能测试 或者是数据驱动测试 那么他在已知产品 所应具有的功能的情况下呢 通过测试来检测 每个功能是否 能正常使用 那么测试的时候啊 把程序看成一个不能打开的 这个黑盒子啊 那也就是说 在完全不了解 程序内部结构 和内部特性的情况下 测试者 在程序接口进行测试 那么检查程序功能 是否能按照需求规格 说明书中规定的 来正常去使用 能得到相当于 根据给入的这样的 输入数据产生 这个给出的啊 正确的输出的这样的 一个数据 所以这个 是黑核测试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么黑核测试技术 进一步的 它又可以分为 等价类划分法 边界值分析法 其中边界值分析啊 这个现在是最常用的 黑核测试技术 那么因果图 包括错误推测等等 都是相当于在 软件测试中 非常经典的 被应用的 那我们也要知道 黑核法 它实际上是 希望的是 穷举输入啊 这个测试 把所有可能的输入 都作为测试情况来使用 大家说 如果把所有的输入 我都能够去 这个设计测试用力 对吧 能够最终给出 预定的输出的话 进行测试的话 是不是所有的错 我就能够来去找到了 但实际上 穷举是不可能的 因为很多情况下 是无穷多个 所以这 我们能够做到的 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怎么能尽可能多的 相当于去覆盖 整个相当于 容易出错的 这样的一些路径 或者说 一些这个 测试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考虑 就是要测试 所有合法的输入 那么同时 对于不合法的输入呢 我们也要编写 测试用力 进行测试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在我们 进行测试的过程中 大家经常就说 我这个系统 或者这个功能模块 它应该有 什么样的输入 什么类型的输入 我就根据 这样类型的输入 编写了测试用力 但是对于一些 用户可能 相当于犯的一些 无效的 这样的一些输入 我根本不去理会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对于那些 不合法的输入 我们也需要 对它进行测试 所以黑核测试呢 发现以下的错误类型 一个是功能不对 或者是 遗漏的地方 包括界面的错误 那么数据结构 或者是外部数据库 访问的错误 还有一些性能上的 这样的一些错误 包括出手画 和中指的 这样一个错误 那我们再回个头来看 黑核测试 到底能依据什么 做到这一点呢 那这个黑核测试 依据的什么 我们是根据什么 来进行黑核测试的 软件需求规约 对吧 软件需求规约里面 给的是什么 我们到底 需求规约里面 描述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 这个软件相当于 它能提供的 对外的功能 对吧 它能够相当于 它的行为 能够体现为什么 所以软件的 这样的一个 黑核测试 依据的是什么 这个软件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描述 整个 它能对外体现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什么 我们根据这样的 相当于来看到 它到底是什么 有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白核测试 白核测试又称为结构测试 或者是逻辑 驱动测试 那么它是大家看 一说白核对吧 经营剔透 你能看到内部的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对吧 整个 所以它不是一个黑匣子 只看着一个口 根本不知道内部 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个里面 它是知道 这个产品的 内部工作的过程 那么通过测试 来检测产品的 内部的动作 是否按照 规格说明书的规定 来正常的 这样的一个进行 所以 它要按照 程序内部的结构 测试程序 来检查程序中 每条通路 是否按照预定的 这个要求 来正确的工作 进而来相当于 来提供 它的这样的功能 所以这个 白核测试的 这个依据是什么 如果根据上面 这样一个描述的话 我已经都能知道 它的 整个的内部的 这样的一个什么 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不是就是 白核测试 实际上就是 依据的什么 程序的逻辑处理结构 对吧 就是说 依据程序的处理结构 我看你 是不是按照 这样的结构 一步步的去执行 是不是按照 这样的执行的结果 能够满足用户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白核测试法呢 又有这个逻辑覆盖 基本的路径测试等 主要是用于 这种软件的 这样的一个验证 我们来看一下 白核测试技术 依据的程序的 逻辑结构 那么我们在讲了 软件测试的过程的时候 特别强调了说 被测对象 这个软件 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对它测试的时候 一定要进一步 把它抽象 对吧 形成一个简化的 被测对象模型 再去测试 这里面的关键要素 所以就涉及到 白核测试里面 建立被测对象模型的时候 我们采用了一种 一个图形工具 叫控制流程图 那么一种表示 程序控制结构的 图形工具 它基本的元素是 节点 判定和过程块 过程块呢 是既不由判定 也不由节点分开的 一组 这个程序的 这个语句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说的 1 3 6 5 都是这个过程块 包括这个7 都是过程块 那么判定呢 是一个程序点 大家看 也就是说这个2 这个地方 此处控制流 可以进行分叉 对吧 这个控制流 分成了两个控制流 那节点呢 是一个程序点 也就是控制流 在这里面结合 对吧 所以在这个里面 大家看两个控制流 结合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个抽象 被测对象的 这样的一个建模工具 那我们来举一个 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说 这是一个程序流程图 大家看 非常简单的 一个程序流程图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A 这是路径啊 B 然后是C D E 这都是路径 那中间 有两个判定 对吧 那判定实际上 是有两个条件 来组成的啊 这个呢 相当于是有两个语句 那我们对这个 进一步的给它 抽象形成的 控制流程图 就可以是变成这样 这就变成了 一个什么 一个判定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判定的过程中 相当于形成两个分支 啊 那么中间呢 相当于这里是一个过程块 这呢 相当于是形成的 节点一 这又是一个判定 这过程块 又形成了节点二 所以 这是一个被测对象 相当于就能够 通过这样一个图 简化的就描述出来了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学会 控制流程图的换法 就是说 很多的学生在学完软件 测试的之后啊 相当于在这个进行测试 用力的设计里面啊 我们经常会说 给出这个被测对象的 控制流程图 大家还是画的是程序流程图 所以我这里面指了一下啊 如果还有在同学 相当于在这个 你们的课程实践中 还用这个程序流程图 代替控制流程图 我们一定会给 严格的扣分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控制流程图 所以虽然在这个事例里面 大家看感觉很像啊 但实际上对于复杂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 精化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因为比如说 这个是N条语句 对吧 我的N条语句 实际上在这里面 就可以形成一个控制块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就不用说这N条语句 我都分别现在进行这个测试了 包括在这个判定和节点上面 现在我都可以根据这个程序 现在进行进一步的精化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好先休息